加拿大目前各行各业缺的人数的空缺的岗位在逐步的下降的区域上 唯独有一个是长期而且是稳定缺人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是比较稳定缺人但是也是下降的状态 长期来讲它也是下降的一个状态 它总共分了8个行业或者叫8个类别 我数了一下总继空缺的岗位还有60多万个岗位 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区域 几个省需求是下降的 两个省的需求是在上升的状态 如果大家将来是比如说学习或者工作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数据 然后给你一些参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数据 然后分析一下背后的一些逻辑 以及它未来的一个趋势 大家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 到时候你找的时候或者你再回来看的时候比较方便 快速的过下这个小表哥 然后再分析一下它背后的逻辑和一些数据 它首先是分了8个类别 它把它分了8个类别 第一个是销售类别 销售和服务类的类别 第二个是做trade 然后就是技工技能是比如说交通方面的 还有机械操作方面 第三个是关于教育 法律 搜索 社会 然后等等 还有政府工作方面的层面 再有一个是关于自然资源方面的 还有农业方面相关的 第五个是关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 另外一个是healthcare 就是我们所说的医疗类的 接下来我们所谓的叫professional 包括商务 包括财务 包括行政方面的 最后一个是关于生产加工 来说现在的空缺岗位 基本上如果加起来的话 是差不多是60万左右的岗位 那么其实这些岗位其实其中大多数是在乘下降的一个趋势 最多的是10% 然后最少的是5% 大概是这个区间 一个是上升的 就是在自然和应用科学方面 它的需求量是上升的 也就是说这个方面可能也是偏科技方面的人才 是比较缺的 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是做医疗类的 是长期确认 而且是个稳定确认的状态 大概缺多少 我刚才看一下这个数据 大概是缺9万多人在这个行业 还有一个是稳定的确认的状态 比如说是这个房屋 财务 还有行政方面 这些是长期缺人稳定的一个状态 再有一个是稳定状态缺人 但是长期来讲是下降的一个状态 就是所属最后一个生产加工类的 分享完这个表格 我们就来看一下康哥 他缺的是多少 低类销售的基本上是18万 我刚才提到的 逐步增长的 是这里面稳定一直缺人的状态 是缺9万3千多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是个医疗类别的 然后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的是natural 就是自然和应用科学方面 他缺人是不到5万4万8千多 它是一个成增长的趋势 而且差不多是在5%的增长率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 供需岗位在减少 证明很多人已经填充上来了 但是目前还缺这么多 还缺60多万的岗位 将来如果大家选择的话 不管你是比如说你选择找工作 还是选择学习 就很好的一个参考 比如说学习 学自然 还有刚才所说的应用科学方面 是不是更好 还有在学财务方面 行政方面的 但这里面也有人说 未来商业方面 商科方面不给提供 签证也好 怎么样也好 但是他目前是缺这个岗位的 他不是针对国际 他针对本地和国际 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下一次我们可以分享另外一个表格 就是新移民填充的一些岗位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 都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我们一直说老龄化比较严重 出生率比较低 然后中间的新移民是他们 最快速的能够补充 这些岗位的一个来源 找工作的话 比方说排在前面的你有销售技能 或者你能够提供服务类方面的 对吧 这些就是比较好的 再有一个就是做苦力活的 比如交通方面 昨天分享的 我们之前分享的卡车司机 还有这个重型机器的操作 和维修等等这些 那其中里面不好做的 就是比如说法律 社会方面的 政府方面的工作 这些可能需要有身份 或者有本地的经验 融入本地的环境 特别才行 另外一个想给大家分享 区域性的 因为这些岗位都分布在 不同的省 不同的区域 我们看到了 他提出来有五个省 或者区域 这个提出来 比如说现在目前 曼尼托巴 还有这个魁北克 还有这个BC省 需求是处于下降的趋势 西北地区 还有就是王子岛PEI 是上升的趋势 需求上升的趋势 我最近一直给大家逼遍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让大家做决定之前 要做一个参考 数据是一个不错的参考 大家在选择方面 或者选择之前 要先做一个调研 分析这个数据 对吧 你要做一个预判 过去是什么样的情况 未来大概是怎么样 你踩到这个跑道上 踩到这个边缘上 就会对你有益 希望这些数据和这些分享 对大家来说 有价值有帮助 那欢迎大家点赞 留言评论转发 我们这里主要分享 一款加拿大留学工作 求职创新的干货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